市场调研机构统计 高达几百亿规模的中国网络游戏市场 在第二季度首次萎缩 降到570亿人民币 之前连续八个季度增幅达到双位数 最高的年增长率达到四成 游戏市场突然下滑 分析归咎于一个重要原因 是受到国务院机构改革影响 今年3月监管部门已经凍结了网络游戏版号 即是推出游戏所需要的商业营运文件审批 令到与去年同期相比 中国市场一下子缺少了超过2000款新游戏进入市场 当中影响最大的是用户超过5亿的手游市场 限游令令到好像腾讯等等 高速发展的游戏商极之头痛 腾讯和网易两大游戏商 占据中国大约七成的游戏干山 据报腾讯的市场份额 就由第二季的五成半跌到五成三 百度的损失就更加之大 虽然游戏市场未算出现滑铁路 一旦版号恢复正常发放 问题就会解决 不过这个中国游戏空荡期 游戏迷仍然有方法偷偷地玩 就是透过全球最大的正版游戏平台Steam 不需要翻墙就可以付费下载 十月底在澳洲墨尔本游戏周论坛上面 Steam就披露了他们平台每月活跃数 已经突破九千万大关 交去年六千七百万有著显著的增长 正因为中国暂停审批新游戏 助长中国玩家投奔Steam Steam九月公布的数据 以简体中文作预设语言的用户占两成六 仅次于美国 有知名游戏分析师就说Steam用户有三分之一 即是三千万来自中国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由Steam武公司Valve开发的 多人网上战斗竞技类游戏Dolta 2人气急升 加上众多海外游戏本土化 很多未能够拿到批号的改在Steam 这个灰色地带上架 未止于推出无期 不过面对中国游戏市场这一块肥肉当前 Steam早已苦视眈眈 今年中就宣布 与上海游戏公司完美世界达成合作 推出Steam China正式落户中国 不过以今日中国的游戏市场诸多规管 官媒隔日就对网游淘毒青少年令人沉迷口珠不伐 Steam正式上架是不是一帆封信令人怀疑 到时很可能要经过中国当局的审批 意味着很多游戏可能被河鞋的命运 Steam想拿正牌入中国 是好是坏 游戏迷只有拭目以待